第一步 他是莫子的那个境界 第一步 莫迪的那个 莫子的境界 请鼓励啊 莫子的第一代大弟子啊 请鼓励 这种人 他把叫做 所以 我跟你讲啊 所以这个杂片 最后一篇 庄子的最后一篇 杂片天下篇 他其实摆出来的 四种再加四加二 二分别是庄子和会师 会师 这个这前面这五种 全是外天下的 最后会师的 其实也是外天下的 虽然叫天下篇 但其实他们的姿态 都是外于天下 就是天下人看到 这些人都很诡异的 就觉得这些人都是疯吗 成魔了 他们这个传统叫做道数 他们这个传统叫道数 说这墨家 在这个严格意义上讲 也算是道家的一份子 明家也算是道家的一份子 啊 明家也算道家一份子 宋荣子 宋奸啊 还有什么 蓬蒙啊 还有什么 观影子啊 影文子啊 就这些 这些人就 在当时其实都是 不是那种 就他不是儒家 就天下篇里面没有儒家 啊 当然也没有 圣道有的 也没有那个 就主要就没有儒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放他进去 没有兵家 也没有纵横家 这些东西都不算在里面 就积极入室的那些都不算 因为他们普遍性不够 他们普遍性不够 他们都是 就是就是天下篇里面的所有的立场 其实归根基底都是外天下 都是就是天下人 在天下人眼中都觉得他们是很诡异的 很诡异的 所以这是起点 莫子勤古离那种 奸爱非公 那起点 道德理想主义是起点啊 道德理想主义 甚至是道道道的严酷主义 理想主义 或者严酷主义 严格主义吧 我不用贬义词 道德严格主义 这是起点 那么庄子对他的评 对他的描述叫做 不齿于后世 不迷于 万物 不挥于 树渡 不齿于后世 他不追求后世的这个名声 也不或者说不不跟后世吹牛逼啊 这个齿的意思就是夸大 不追求那种宏大的什么后世的那种那种效果 他就以旧当世为念 不迷于万物 不去搞迷 这里迷可以理解成研究 就是 蹉跎岁月去研究万世万物 去搞经验主研究 或者去搞那种百科全书的 百科全书式的研究 这里面都是讲的倒数啊 你不要说不迷于万物 说成是他过得不奢侈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他不奢侈 不追求什么物欲 那个境界太低了 不迷于万物这里指的就是 不去搞百科全书式的那种 经验主义式的那种研究 罗列 他不追求世俗智慧 他不求追求世俗的知识 知识和智慧 他直接追求的是伦理行动 叫不迷于万物 不在上面搞浪费时间 通通不要 不挥于速度 什么叫不挥于速度 不要去搞搞像炉家那样 搞什么礼法呀 各种或者说是像那种 就是农家那样去搞一些 搞一些制度建设 不去搞制度建设 搞一些就是表面的那些制度建设 不挥于速度 不挥于速度 去搞一些礼法呀 什么这种东西 他直接干嘛呢 这些东西都不要 这些东西都不要 后他不求名 不求一般意义上的那种知识 那也不求一个这个 政 这个政治 所谓政治改良的 或者怎么样的一种制度建设 那他干嘛 怎么办呢 他就以神末自教 他自己做道德严酷主义者 而被视之急 被视之急 随时随地 为了去 就是视之急 大家都去 就是有点像阿汤哥那种感觉的 就是救火队员 谢谢 飞公你看过吗 飞公 什么公书班和莫子 公书班和莫迪啊 他是什么 去守哪个城啊 大梁城还是哪个城呢 他就是过去守城的 叫被视之急 这种就是一种非常理想主义的 道德理想主义 道德严格主义的 就是想要止歌 不准打仗啊 和平主义者啊 以神末自教 平时用一些非常严苛的规矩来 来来来 自我组织起来 他那个学派 整个一个莫 莫家学派都是这样的 而被视之急 为大家解决一些 比较 大家都头疼的一些问题 这种这个啊 这个就是 这是道述的前提 就是你要 你要你要外天下 外天下 第一步你得有伦理热忱 对有道德热忱 得是个 莫子意义上的圣人 这个莫迪意义上的圣人 你你做不到这点就别玩了 这整个游戏你别玩了 插 右上角插着走人 你就当个俗人当一辈子吧 啊 就别别别玩了啊 这是第一步 啊 但是庄子对他的评价是啊 庄子对他的评价是 啊 恐其不可为圣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 他叫反天下之心 和天下人的那种平常心啊 是相违背的 反天下之心 天下受不了他 天下不堪也 所以我说 所有的这个天下篇里面的这些伦理姿态 其实通通都是外天下的 天下不堪 第一个就是天下不堪 天下人受不了他 普通人受不了 这种道德理想主义道德严格主义 天下不堪也 啊 莫子虽能独认 莫子这个人活的时候 莫子 虽独能认啊 虽独能认 他自己还能搞得定 奈天下和 但是他不能强迫天下人都 都都像他一样 奈天下和 他自己能够搞道德严酷主义 穿的衣服非常的简朴 然后这个 脱毛都脱光了 因为他那个太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但是他会有一堆拥躲 这种人就是 这种人在世的时候就圣人 在世圣人 他在世的时候 他会有一堆的小弟啊 会追随他的 道德理想主义 像光一样在这个世界上 肥无拔 静无毛啊 目胜雨 雨下的很大台 冲着这个什么 治疾风啊 就是治万国 这些描述都是 哎呀 但是呢 虽然啊 虽然他说 乱之上也 治之下也 他这评价乱之上也 啊 治 之下也 其实是 治之下也 他从一个民间救火 对眼这种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 啊 他说 但是尽管这个 这种伦理理想主义是注定失败的 但是呢 虽然 庄子评价说 虽然 莫子 真 天下 之 好也 将求之不得 啊 虽 搞哭 不舍也 木子旁 才是也 负 还是赞 赞同 真天下之好也 天下 好人 天下之好也 就是全天下 当然都喜欢他这个人呢 都喜欢他这个人 哦 将求之不得也 都希望有这种圣人 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来帮我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 但是呢 他是求之不得的 所以搞哭不舍也 虽然他这个很辛苦 但是他不会放弃他的那种 将求之不得也 应该是 就是莫子 他会求那些 没办法求得的那些道德理想 然后不是指天下人对他求之不得 所以搞哭不舍 就算他自己 整个身体都搞搞崩溃了 他也不会放弃他的伦理理想的 才是也夫 他是很好的人啊 才是也夫 他就会逐渡的那种 没办法 我会逐渡的那种 的那种 所以他有一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